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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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女生欢迎你们 请亮灯 一转眼 2023年就到了 新年新气象非常高兴我和我的同事们《非诚勿扰》还陪伴着大家 就如同我们的老朋友冠方山楂树下从2021年以来一直支持和陪伴我们一样 我们再次欢迎冠方山楂树下 山楂树下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我们工作餐的时候都非常想念那个味道 是的 没有了那个酸酸甜甜开胃吃什么都差点味 就是 是的 而且大家知道我是理性人嘛 我还认真的去查了一下 就除了美味之外它对健康的好处 山楂树下富含山楂黄铜和大量的维C 零防腐计 零色素 零香精 每罐230毫升的产品当中 山楂黄铜超过600毫克 而且已经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 听你说完我觉得很安心 因为我们喝甜的时候会有点负担 但是陈老师 你听说完 我觉得又有健康又有美味 她还助消化 对 现在台上24个女生 手边每人都有一瓶山楂树下 要不然打开尝一尝 都尝了 还可以是吧 希望女嘉宾也早日喝山楂树下 然后在山楂树下说过幸福 纯粹的爱情要配纯粹的山楂 这个里边除了山楂和水 啥也没有 33年就喂了一瓶好喝的山楂 红红火火的山楂树下 特别适合婚宴饮用 如果在咱们这里 走上了婚姻的殿堂的话 不会 陈平提醒得好 我们三个替我们的客户做个承诺 你们只要结婚 婚宴上用的饮料 官方山楂树下全包了 还有一个好消息 在2021年7月17号 我们游戏节目里边有个男嘉宾 叫王大伟 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我叫王大伟 你长得好喜庆 好可爱 好可爱 身上的烟火为谁开 又为谁白 穿绵 是一个能够给人带来快乐的人 虽然没有跟谁牵手 但是他有那种情绪的感染力 会让人愉快 让你非常舒适 谢谢 感谢老师 身上有少年气 感谢陈美老师 谢谢 真的 非常感谢你 非常纯粹 就像歌词里边唱的 静静地等待 不知有谁采摘 他下了我们节目 没多久就被人采摘了 现在他就坐在我们台下 哇 哇 我们的男嘉宾王大伟 带着他的媳妇 一块上来 一块上来两位 哇 欢迎欢迎老朋友 恭喜恭喜两位 来来来 谢谢 大伟又见面了 怎么称呼 我叫百合 百合 百合 来 给我们告诉我们 下了节目之后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 7月17号 节目背后出之后 然后呢 当天晚上我就怀着 无比激动的心情 打开了邮箱 好 果然收到了好多邮件 其中就有几封邮件 同一个名称 我印象没有深刻 欣赏你 对 对 欣赏你和为他唱的野花 后来我才知道 他有点激动 反复的发送 对 当时就收到这个邮件之后 大概在7月18号的0.08分 然后我就通过邮件 就加了微信 时间连分秒都记住了 对 然后就是说这个7月18号 是作为我们俩一个比较特殊的纪念日 8月6号 百合和她的闺蜜 分别从北京和广州飞到日照 我住的城市来 哦 对 因为我非常感动的 对对对 这是我在演出的时候 他们过来看演出的照片 这是在日照 对对 日照的海边 对对对 对 蓝天碧水军沙灾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 是今年的7月18号 我们领了证 然后8月8日 就是正式的秀场中心 哇 哇 百合太美丽了 我真的非常感谢 对什么的影响 真的 真的 就谢谢 谢谢 谢谢孟老师 谢谢 你看我们的用户体验怎么样 谢谢 谢谢大家 其实呢 他们的结缘还有一个因素 是女孩的妈妈 特别爱看《非诚勿扰》 哦 是的 当年我妈妈 2009年的时候 她得了重病 这样子 我为了和她 有一个很好的交流 然后我就认真的一看 一看就是10年 我的母亲的病也治好了 陪伴她 感谢《非诚勿扰》 在照顾母亲的这段时间 我就疏忽了我的个人的问题 7月17日 这一个特别的夜晚 然后就开启了我一个 特别的《非诚勿扰》 非常感谢 尤其是看了10年的《非诚勿扰》节目 在我心里边给我留下了 非常非常人的印象 让我心特别的温暖 那你们也不能白来 那么多现场的观众 你不表示一下吗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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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糖什么的在里面 来 来 来 哇 喜气啊 新的一年 哇 喜气 来 来 来 我们也再次恭喜两位 我们也有表示 来 黄老师 陈老师 我们准备的是 山楂树下的优选鲜山楂 对 美味又健康 多喝也不怕 好 谢谢老师 我们以前说 山楂树下清新抱抱取高高 现在要祝你们生宝宝 是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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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吃一点也不怕 山楂树下 多吃不怕 大家好 我是来自山东围坊的许多 今年24岁 希望大家记住我的名字 谢谢 虽然黑了一点 但是眼睛很迷人 对 非常帅啊 长得像丁真有没有 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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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眼的是有一点 哎 本嘉宾由更懂你的 世纪家园网推荐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全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振蛋糕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您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对方可以帮我网购 你自己不会吗 我不是很会 因为我这个人有一点点的 选择困难症 然后我平时工作是比较忙的 没有时间去做这种 比较困难的一个选择 所以我希望对方能够帮我 12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特别享受那种 就是下单 下单 下单 然后收快递 拆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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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感觉 然后如果有了男朋友的话 我也是特别乐意 帮他一起网购 但是我想问一下 你是为什么不喜欢网购呢 我的手机上 只要说是没有购物需求的话 它是不会存在这种购物APP 然后其次 我可以把我的快递 然后都交给你来拆 让你感受那份喜悦 20号 大家好 我叫马瑞敏 今年22岁 我来自江苏连云港 目前是在南京的一家传媒公司 做策划工作 那旁边19号是我的双胞胎妹妹 马瑞悦 大家好 我是19号女生 马瑞悦 是一名形体老师 我想问男嘉宾那些是 就是我也喜欢网购 但是我有选择困难症 对 我帮你网购的东西 如果说买到你不合你心意的 你会怎么去处置 是 我们再买一件不就好了 怎么说呢 其实我把选择题交给你的话 哪怕说可能不是很合适 但是我愿意去用它 我希望得到的答案是你说 宝贝 你买的东西我很喜欢 就算你不喜欢 你也要一定要说你很喜欢 知道吗 知道了 学到了 姐姐 他现在在台上不能叫你宝贝 因为一叫完 另外23个就灭灯了 他不可能叫我宝贝的 因为他刚才叫了我一声姐姐 学到了 姐姐 但我没记错 他应该24岁 我今年才22岁 那不好意思 可能你长得真的很郁姐内心 你直接说我长得老不就得了 根本不一个意思啊 对不对 你很漂亮 我谢谢你 谢谢 谢谢 我想问一下 你们姐妹两个 在选择男朋友的标准上 是趋同还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看不上她的男朋友 她也看不上我的眼光 如果你们都互相看上了 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小的时候 我爸爸妈妈就说 说 你们俩以后要是找男朋友 如果要是说都看上同一个男生 那就谁也不要 那那个人不是很可怜吗 对啊 所以我们姐妹两才是最重要的 也是啊 第二个问题 我希望对方不要过多于麻烦别人 这个话的另外一层意思是 麻烦你就好是吧 那必须的 那我都在这儿了 你为什么要麻烦别人呢 好 10号 男嘉宾 你好 我叫张静玉 宁波人27岁 然后现在在杭州有一家属于自己的互联网公司 我想问一下 你对麻烦别人的一个定义是什么呀 就比如说 送你回家吧 假如说你们聚餐完了之后 明明是可以让我去送你回家的呀 可是你非想让你的一个同事 或者是朋友把你送回去 我可能会吃醋 那就是有的时候 比如说女生凌晨下班 不然让别人送回家了也会接受不了吗 也可以接受 我不是那么死板 就是大家有一个适度的一个关系在这儿 最好保持好 好的 谢谢 要长期凌晨下班呢 你接一下也挺好的 那必须得接 如果偶尔加班一次有个同事顺道送一下 也不是不可以 对吧 4号 男嘉宾孟老师大家好 我是4号女生李慧玲 来自江苏延城 目前在南京一家传媒公司做后期制作 就是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我在生活中是有一点点独立的 我想知道你会主动地在跟我沟通一些什么吗 我这个人也比较独立 如果说平时你是6点下班的话 我可能只不会给你打招呼 我直接去公司那接你下班 就有些东西还是要看行动吧 说那么多没有什么用 我是一个务实派行动派 说走咱就走了 谢谢 来看第一条片子 山上有果 洞上有河 人情地生宝 人懒地生草 我是许多毕业于山东财经大学金融专业 目前是这片五彩礁菜园的棚主 我第一个大棚是我爸拿着给我攒的荤房钱买的 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开始 身体上吃的苦的话 那都不算苦了 我认为最难的是你精神上的 因为你从来没有说干过这个 家里人也不会搞种植 但既然是自己做的选择 就一定要坚持下来 我先是通过书籍自学寿光大棚的种植 不懂的地方在上网查资料 干农业之前晚上不睡 早上不醒 现在的话不到五点我就起来了 就是每天不干就比较难受了已经 铺棉被 吃肥 倒绳 打药 拿岔子 烤胶子 运货 在叔叔们的照顾下 我学会了所有的能活 并且还自学了很多的新技术 一晃三年过去了 从最开始的七亩到现在的二十亩 大棚里种植了两万七千颗五彩胶 现在母产能达到两万斤 每年能收四五茶 我也运用新媒体的渠道 尝试拓宽五彩胶的销路 以前我们种出来的彩胶 一般情况下 丢着收入商来收购 这个孩子他从来种棚以后 他就有特别多的想法 就是把我们种这个彩胶 从这个种植地直接到摊庄 到终端市场 对我们这个种植货 比较振奋人心 你还确认这个脑子开花 脑子弄小东西快 现在来说 就好多种植技术 都是去问他 跟他学的现在 如果只是说 面朝黄土背朝天 那真的不如不回来 我觉得年轻人应该做的是什么 你可以创立品牌 解决销路 这些叔叔们 他们不是很拿手的 我们这些年轻人回来 要帮他们去解决这些事情 这才是说 回来同身干农业 最主要的一个 核心的一个目的 我一定可以把受光的蔬菜 卖得更好 现在种地累了 偶尔也会拿出大学时 学的滑板 放松一下 种了大棚之后 我也不像之前那样 急躁爱玩了 但不变的是 玩滑板和种地的我 都会在一次次 失败中重新来过 在一次次挑战中 追逐自己的极限 我的人缘一直都很不错 种地之后 更加拓宽了我的交际面 上到七十 下到十七 我都能扯得上话 在家乡待得越久 越喜欢故乡的风土 也希望能够运用 自己所学的知识 带着可爱的乡亲们 种好菜 辟心路 我想问一下 您是学金融专业的 什么原因选择了种菜 三年前的时候 一次很有然的机会 然后就去了VCR里面 那个叔叔的大棚去玩 然后正好赶上一些 特殊的问题 让我发现农业 其实它是一个 非常稳的行业 做的年轻人太少了 需要我们这一代 去吃苦 去给它承接下来 昏房的钱挣回来没有 这必须挣回来了 你看这个满脸都写着 丰收和富裕 我再问一下 你种的那个彩椒 它怎么吃 我种的这个叫五彩椒 它是可以直接拿起来生吃的 也可以炒肉炒菜都可以 它是一个微甜口 炒肉片炒牛肉片特别好 是的 沙拉里面也经常 对 凉拌也可以 现在都是收购吗 还是自己找销路 都是直接往生产合作社 就不愁销路现在 大部分都是往俄罗斯 或者是越南出口 22号 男嘉宾你好 我刚刚看了你的VCR 刚起步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周围人都不懂 你要一个人去钻研 会比较困难呢 我是通过很多新媒体 包括书籍 再包括我走出去 去问其他的一些 种植的叔叔那种老朋友 几百家之长嘛 然后去总结一套 属于自己的种植的办法 其实我感觉最困难的 不是说你种植会不会的问题 也不是说资金的问题 而是你去做这个事情 没有人理解你 这个观念也是需要转变的 就是作为一个大学生 在农村务农 那应该和传统的农民 他肯定不一样 那么是不是会有一些 新设备 新技术 新的方法在运用 对 有照片给大家看一下吧 大家首先看的这个图 你可以看最左上方写的是受光 右上边是当天的温度 其次往下看 它上面会写空气湿度 温度 刮状强度 艾尔化碳浓度 都可以现在通过手机APP 一键就可以看到了 太可爱了 你有两个红的第三个 许多的小雨滴 这个小可爱是 这个小雨滴它是一个传感器 它设计的就像小雨滴一样 我用的这个传感器 它用的是物联网 你现在人在南京掏出手机 你受光棚里的空气湿度温度 这些尽在掌握之中 对 尽在掌握之中 很方便 现在搞农业种植 已经不会像原来一样 吃那么多那么多的苦了 就方便了很多 我听那个男嘉宾 说到这段的时候眼里有光 笑得特别纯粹 对 他有一种自信 我理解可能就是以前 我们中国传统农业社会 像工业化转变的过程当中 大家觉得好像有能力地 就要去城里去赚钱 但是现在我倒觉得 有一些新的技术 新的发明 新的观念 把这些都带回到农村 就像这个男嘉宾身上 给我们感受到的 那种充满朝气和活力 没错 我经常在想 就一个人值得被尊重 跟他在做什么没关系 跟他做得怎么样有关系 无论在哪一行当中 你想他三年的时间 六亩到二十亩 两万多颗彩椒 出口到东南亚到俄罗斯 全新的农业产业 结果升级的这种做法 这可能给50岁的大叔们 要很久地储备 但他们回去就自带一股心疯 我更大的一个感慨是什么 我只要愿意扎根在一块土地上 我只要去学习掌握这个技术 农业的生产和经营 都可以为社会做贡献 为自己获得财富 你看他们脸上感觉两个是 快乐和自信 这就是新农人展示给我们的 不同一般的气象 我们也想有更多的年轻人 在土地上能够焕发出 这样的一种气质 那你和同理人生活方式 区别非常大 那你的这个社交圈 朋友是怎么维系啊 刚刚也看到我是玩滑板的嘛 我之前滑板技术还不错 干了大鹏之后 玩的这个机会就比较少了 心动人不一样就是什么 他会滑板 给我们看一下 他不用回来了 走吧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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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来来来来 哎 女生有没有会玩这个的 1号 来来来来 我教你一个起板吧 很简单的一个起板 起板的时候 你看这个脚尖 踩这个板尖 然后就这样直接起来了 我试一下 来一个 再干净一点 干净利索 干净利索 差不多 人家碰到了人生的长板 来看下一条片子 中瓜得瓜 中斗得斗 但中爱情可不一定会开花结果 印象深刻的恋爱有两段 第一段感情物质悬殊 我本以为可以靠着一腔热传 让他相信我可以给他想要的生活 但这似乎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那时我才大三 拼了命的当教练做兼职 一个月一万块也不够他的开销 我们有一次出去喝酒 他应该也是喝多了 但我认为喝多了所说的话都是真话 他会问我 你能给我想要的生活吗 你能给我想要的生活吗 我可以 他就会再问我 你会给我想要的生活吗 我不说话了 因为我对自己未来也是很迷茫的 我真的快说哭了你知道吗 他真的特别重要 就不是说可惜那段感情 就真的是 教会了男孩的成长 我跟他做这段感情 有很多人都会这样 就是物质生活不对等 一方很喜欢另一方 结果因为物质问题分开 其实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爱情 但我就想着 我以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真的再努力往上爬 第二段的女生比我大一岁 非常的温柔体贴 我和他说我感觉有点中暑 他就会买结熟饮料来看我 我说我感觉最近湿气有点重 他就会买膏药来给我贴上 如果说这个人真心喜欢你的话 他可以表现在非常多的细节里面 比较深刻的一个细节 就在于 之前我有一次跟他一起出去逛街 结果碰到他妈妈了 他不会说接着把我的手松开 而是紧紧握着我的手 然后就非常坦然地面对他的妈妈 就说这是我的男朋友 我就觉得这个女孩可以 真的非常棒 但就在我考虑跟他结婚的事情的时候 一次无意中 我看到一个男人发来的微信 我发现了他们暧昧的信息 就让我非常受震撼 因为就爱一个人绝对是在很多细节体现的 可是他对我那么多的细节那么温柔 就完全属于逻辑性不通 你知道吗 偏原则性问题了 就不可能说是再有什么结果了 这种地种了三年 感觉离女生越来越远 我是一个特别会抢手捆花的人 因为都说抢到手捆花就能遇到幸福 今年参加了七次喜业 我抢到了六次手捆花 冥冥之中 我感觉我的幸福快要来了 说实话我看了之后 我怎么看都觉得第二个还可以的 对啊 你看你有一点什么让他都那么上心 特别感人的是碰到他妈妈的时候 那么坚定地拉着你的手说 这是我男朋友 种种这些细节让我们感觉到 他对你是在意的对吧 对 那个暧昧信息 到什么程度啊 对 会不会是误会呢 这个无法接受 我无法接受这种言语上 跟别的男生搞暧昧 你比如一下他到什么程度 我们帮你判断一下 倒没倒一个男人不能接受的程度 老公 老公 是这样的 两个字 孟老师就安静了我的天 他有没有可能姓老 碰巧 15号 男嘉宾你好 你特别重点地提到了他对你的关心和照顾 那你在对未来另外一半的寻找过程中 你是更喜欢找姐姐是吗 不是说卡死年龄这个姐姐 而是说 是性格方面更像姐姐一样体贴照顾你的类型了是吗 其实我这个人有一点点矛盾就是 我比较要强 我很想去保护女生 但是我所担心的点在于我可能太忙 我希望他懂事一点 女孩是比较讨厌懂事这个词 当然了 也并不都是 1号 男嘉宾你好 我是1号女生刘媛媛 然后今年26岁 我是安徽池州人 然后现在在南京工作 可算是跟你做上正式的自我介绍了 然后我自己的话就是比较坚信 如果两个人互相喜欢的话 就是物质方面或者是地区它都不是问题 因为我们俩距离会比较远吗 你能接受异地恋吗 可以 然后异地恋怎么说呢 会很辛苦 但是两个人感觉对的话 都要往前努力吗 异地恋刚才我开始的北京日照 对 在这儿接了婚了 对 那个女儿老祥 老祥 好 最后一个问题 谢玲玉 男嘉宾你好 就是刚刚你讲到时间的问题 然后我觉得也会是在上很多女生心里 就是很需要的一个东西吧 就是如果说不能分我一些时间 那我干嘛一定要去找一个男朋友呢 是这样的啊 我搞农业现在是第三年 很多地方都已经有起色了 我不会再像原来一样 你说两个月一天时间都没有 如果我们是异地的情况下的话 你大概我们多久能见一次面 异地的话我觉得半个月 对 或者说一星期 这个要看具体 我不能说我现在 我保证三天之后就给你见一次面 这个东西太假了 我实话实说 好 来 上去灭掉两盏灯回来 好 有请1号 7号 看一下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个 4号 5号 制推 许多的制推女生是 山楂树下鲜果榨 多吃一点也不怕 请揭晓制推女生 金洋洋 男生务实上进聪明好学 有非常明确的人生方向和目标感 事业心强 对待感情热情浪漫 也非常会照顾别人的感受 女生外在气质时尚自信 生活中会亲自动手为爱人烹制各种美食 两个人的核心价值观相似又互补 男生有目标有主见 会让女孩特别有方向感 女孩踏实自信 又能给予男生满满的安全感 是非常让人羡慕的一对甜蜜爱侣 供两位参考 四个女生的基本资料 福康慧 一 我酷爱的 二 小火慢顿 三 希望的约会方式 我选一吧 因为自己酷爱运动 希望未来的男友也有坚持锻炼的好习惯 两个人可以一起慢跑 做一些器械练习等 李慧玲 别太黏 软软的 我的理想型 一 不喜欢太黏人的男生 两个人首先是个体 然后才是伴侣 希望在相爱的同时 能够拥有各自的空间 他就绝对不黏 我 我黏人啊 金洋洋 一 单身原因二 沉迷文字三 柔中带刚 一 不出门 不社交 不聊天 再等一场从天而降的爱情 只能赖《非诚勿扰》了 从天而降的男嘉宾下来的时候就是 刘媛媛 大大咧咧 积极向上热爱运动 二 很坚强 没有什么烦心事能困扰我 超过两天快速寻找解决方法 解决不了就选择遗忘 这特别好 能活120岁这样的性格 能活120岁这样的性格 来 最后一个问题问四个女生 如果说有能力的情况下 你希望跟我开一个什么店 副刊慧 我希望开一个烧烤店 可以 烤青椒 可以 四号 我比较希望开一家那种小众的生活房子 就是它的规模可以不用太大 懂我们的人知道这家店就可以来 我会比较想开一家小超市 就是自己想要的 想用的 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能需要的一些东西 然后店里都有 用不完的我还可以卖出去 又不用怕就是囤积了 小朋友过家家的思路 我想要什么 就把我要的东西弄在一起 结合男嘉宾他自己的一个特性 我觉得如果就是 可以我们俩一起开个草莓采摘园 这个好 把草莓改成青椒就完美了 可以开创一些新的产品 因为我自己就是也比较喜欢去种地 小时候是跟奶奶一起的 然后小时候会粘棉花 然后的话就是我也会比较享受那种 丰收的喜悦感 丰收的喜悦感 可能我不太会种 但是我可以吃 然后我可以 线上带货都可以 哦 这四个女生的答案里面 我觉得前三位都是我的视角 而最后一位是我们的视角 而且她说完我们还扣回去了 说其实我也是 但是我曾经想跟着长辈老一辈一起 喜欢种地 这也是我 那这个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选中间两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 你自己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你可以带走其中一个 你的决定是 你继续 你王清姚 有可能被拒绝 你自己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 你自己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带走其中一个 你的决定是 男嘉宁 你好 可算是跟你做上 正式的自我介绍了 我自己的话就是 比较坚信 如果两个人互相喜欢的话 就是物质方面 或者是地区 它都不是问题 异地恋会很辛苦 但是两个人感觉对的话 都要往前努力 可以吗 可以 我们俩一起 开个草莓采摘园 比较享受那种 丰收的喜悦感 好配啊 黑白腿 恭喜男女嘉宾 获得了由港容生蛋糕 提供的浪漫海岛助理 港容生蛋糕 我对你服真的 港容生蛋糕好吃不上火 喝口鲜果炸的山楂附下 见证百分百的纯真爱恋 这位女嘉宾她描述的场景 恰恰是我以后最想打造的一个场景吗 女嘉宾说她想种草莓 那我们就种上一大片的草莓 女生喜欢花 一大片的花 女生喜欢什么 咱就在农场里种什么 我想提一下就是我大学的专业是物联网 物联网 对 然后我的大学毕业设计就是做传感器 这个好棒啊 所以我就是一直很坚定的留灯 在那个满洲里那边 他们有一个山 山上有个教堂 当时我就在想我以后 一定要跟自己喜欢的女孩 在这个教堂结婚 港容生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一号最后在台上那一段发言至关重要 这个回答真的对他来说是个完美答案 完美了 这男孩一方面很要强 争强好胜要面子 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有一点地积 渴望被呵护 他自己都说是矛盾的 那其实他特别容易被哪一种类型打动 就是羞涩的热烈 一号就特别符合这个气质 他的热烈是在内容中的 但是形式又是羞涩和内敛的 我觉得男嘉宾身上也有一些独特的气质 只有一个人深深地爱着那份事业 而那个事业真正给他带来了 内心的充实的人 他才能够有自信地跟任何人 去建立新的关系 没错 他自信而坚定 就我来说我见过这么多男嘉宾 一切的一切指向了一个事 这是一个靠谱青年 为我们《非诚勿扰》开了一个好的 祝他们幸福 《非诚勿扰》由山楂树下冠名播出 春节送礼 选山楂树下 亲朋聚餐 喝山楂树下 山楂树下 多吃不怕 《非诚勿扰》由港容蒸蛋糕特别播出 港容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 港容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山楂树下 多吃不怕 山楂树下 多吃不怕 孟老师好 两位老师好 全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和24位女嘉宾们大家好 我是八卫豪 来自辽宁大连 这位男嘉宾由荔枝网提供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全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 港容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我们可以共同地去接对方下班 共同去接对方下班 互相去接对方下班 不好意思 24号 男嘉宾 你好 我觉得互相接对方下班很浪漫 对 就像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 互相等对方放学 你们班的人都看着我说 你女朋友来接你 女朋友来等你 我就觉得在你公司楼下 然后你同事看到我 我也会觉得等待你的时候很浪漫 好甜 对 好甜 那个姐姐 男嘉宾 你好 我想知道就是 你不觉得互相接对方下班 会很浪费时间吗 因为我是一个从事教育行业的一个工作者 我每天给孩子上完课之后 孩子们都会有爸爸妈妈来接他们 他们都很期待说 我爸爸今天来接我了 我妈妈要领我去领我吃好吃的 然后就是我自己在那儿 你是因为没有爸爸妈妈接 不 小朋友都有爸爸妈妈接 我怎么办 我就会觉得很孤独 孤独 是的 就是我以前也会认为 互相接对方下班会很浪漫 因为我之前男朋友就是 我喜欢去健身房 但是他不喜欢去 我就会让他去健身房去接我 但有一次他说他实在不想去 我说那你在家里面给我做饭 然后从那之后我就发现 真的很省时间 我回家就可以吃到饭 没事 我在进你之前会把饭做好的 好皮 贾小丹 男嘉宾 你好 我曾经有一段恋爱经历 就是在我大学的时候 当时我谈的那个前男友 他就是我上学的时候 去我家接我 我下课的时候 他去学校接我放学 刚开始觉得很浪漫 时间久了我就觉得 可能他会有点黏人 那男嘉宾你是一个黏人的男生吗 我以前可能会很黏人 但是现在可能不是很会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每个人 都留给彼此私人空间的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太黏人 好 谢谢 我帮他解释一下 这个话我觉得可信 他是看到小朋友的爸爸妈妈 接着之后 他新生出一种 这就是属于小时候却盖 长大了却爱 他是从小时候 留下来的这个 来 第二个问题是 我不希望我的女朋友 嫌弃跟我一起玩 玩四驱车 也是小时候 先要爸爸妈妈接 然后要玩四驱车 兄弟 我麻烦你问一下 你的职业是 冰球教练 叫小朋友的 小朋友 这就不奇怪了 你们家有多少四驱车 对 我们家现在可能会有十多个 二十多个吧 我玩四驱车是因为 我很享受这种 跟玩具在一起相处的时光 跟他们在一起 我就好像仿佛回到当时 那个无忧无力的状态 18号 大家好 我叫陈嘉倩 是来自于上海 我是一名艺术品拍卖师 然后我想请问男嘉宾 四驱车就是 童年的时候会玩的那种是吗 对 没错 来 那如果女嘉宾本身对四驱车 可能没有特别的感冒 那男嘉宾愿意陪女嘉宾去认识她 然后让女嘉宾爱上这个运动吗 我很愿意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爱 对 你陪她玩四驱车 她陪你玩芭比娃娃 回到我们幸福的童年 好 来看第一条片子 十年引冰 南梁热血 我是八伟豪 我的热血有关冰球 一群人穿着厚重的装备 在冰面上保持直立 追逐一块黑色橡胶 冰刀和球杆 碰撞出荷尔蒙的火花 六岁接触冰球 选入驱队 四肢巅峰 大学又因为伤病原因暂时放弃 毕业因为热癌 又重新开始接触冰球 现在成为一名冰球教练 倒滑 倒对面 转过来之后做连续押布 然后再倒滑回来 见动了吗 成为冰球教练已经六年了 主要教六到十二岁的孩子 冰球启蒙 也代表了俱乐部 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比赛 拿了很多奖杯 最好的成绩是全国级描赛的第三名 当教练也让我变成了一个 无论是批评还是夸奖 都愿意当面说出来的人 我很享受就是我的朋友们 和我身边的人 他们当面就是 当面把我的不足和缺点说出来 因为我喜欢这样直接一点的 就像打直球一样 对于朋友我一般就是表扬 但是我会给朋友留些面子 因为都这么大的人了是吧 我更偏向于私下一点 把他们的缺点告诉他 除去教练的身份 我其实还是一个愿望商店的店主 会送学生各种想要的礼物 他能表现好的时候 我把这个东西给他 都很开心 特别开心 有的甚至是能跳出来 也可能会抱着我牵我一口 说八九亮我爱你 他们会到处跟别的小朋友炫耀 说这是八九亮给我的 你没有 别的小朋友特别羡慕 为了了解孩子们的心理愿望 我私下还会去看各种各样的动画片 你看我每天给孩子实现这么多愿望 我也其实挺希望能遇到一个另一半 他能来实现我的愿望 因为每个人都很享受 冰场之外 我的生活很简单 没有乱七八糟的社交 每一段时间 我都喜欢研究一下心爱 骑车 射箭 弹吉他 现在除了平时练练吉他 另一件事就是跟我那帮老哥们们 云聚会 云聚会 少不了的就是酒 云喝酒的好处有很多 喝什么 喝多少 喝到几点 跟谁喝 这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定的 别管能喝不能喝吧 一两箱上摆在那儿 然后能喝那就多喝点 不能喝那就放着留着下回 我们还会云唱歌 但是我不想云恋爱 所以决定来到《非诚勿扰》 找到那个帮我实现愿望的女生 16号 男嘉宾 你好 我看你是做那个冰球教练的冰球女生 可以玩吗 可以的 有女子冰球项目吗 有的 然后我之前还看到过一些视频 是冰球这项运动是可以打架的吗 我猜到会有人问这个问题 我现在要很严肃地说一点 就是这个冰球 它是没有允许你打架这个规则的 但是他们都打 因为他打完是要被裁判 以犯规的方式给你发下去 那他们为什么还要打 因为可能冰球这项运动 稍微直接一点 我们这边如果两个人情绪不好 或者很不对付 那咱们就把球拍手套撇到一边 咱们就来一场拳击 谁倒了 谁就输了 郑琪 男嘉宾 你好 我是15号女生 郑琪 因为我对冰球这项运动 不是很了解 那我想知道说冰球这项运动 它对于身体素质要求会很高吗 比如说像我现在比较瘦弱的身材 你还适合去练冰球吗 其实一切都是来得及的 我最大的学生可能 比我父亲的年龄还要大 因为他就是为了陪着自己的孩子 去练这个东西 他希望我在跟我的孩子之间 能建立一个说话的一些话题 其实我觉得这个运动吧 毕竟咱们不是为了去做运动员 我们去为了打一些专业的比赛 我们只是为了第一 我要锻炼身体 第二 我通过这项运动 我能认识到很多的朋友 变得很高兴 很开心 这个跟身体素质没有任何关系 你就放心来 只要你肯学 我认真教你 认真教你 他的学生还发了一条视频 我们看一下 在冰球里面 这个敲拍 它就像鼓掌一样 是给对方 包括给观众最高的敬意了 开心吗 开心 特别开心 二十二号 男嘉宾 你好 因为我刚刚看你微信里面说 就是 你会经常给小朋友送那些小玩具 什么的 还有为了跟小朋友更加亲近 去看他们爱看的动画片 但是你跟小朋友相处多了 你会不会想找一个就是 更偏向于照顾自己的女生呢 其实我想过这个问题 一直在照顾别人的人 也可能很被需要照顾 但是在照顾与被照顾之间 它是可以兼顾的 不一定说我一直要去照顾你 我可以偶尔在你心里做一个孩子 我也 我也可以告诉你 你永远是被我保护的 是这样 好 谢谢 这个回答回答得好 二十四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刚刚你说到缺点和优点 你喜欢打直球 那如果是你的女朋友 她做了不对的地方 你会有什么方式 让她觉得她被指出了 但是没有那么难过呢 女朋友这种这么可爱的生物 怎么会犯错误呢 对不对 你好会啊 十一号 男嘉宾 你好 刚刚我在VCR里面有看到说 你又是一个愿望商店的店长嘛 那其实呢 我也一直有个愿望 因为我这个人特别爱好酸甜口嘛 所以我就很喜欢吃山楂 我的愿望就是 每天都能喝到一瓶酸酸甜甜的那种 冠方山楂树下 山楂树下鲜果榨 美味又健康 然后特别是现在过年期间嘛 浓浓的新年味也很浓 包括她的包装也是很喜新的红色 所以我觉得每天来一瓶的话 就可以开启你幸福又美满 然后又元气的一天 没问题 管哥们 好 看下一条 我的感情说起来很有趣 每一次的开始 都是我帮朋友去追女生 结果却是那些女生喜欢上了我 第一次帮朋友追女生 朋友很害羞 就让我替她去跟女孩子聊天 我也很直接 我是巴伟豪 我那哥们特喜欢你 我是来帮她追你的 结果聊着聊着 那个女孩就跟我表白了 可能是这个女生 觉得我比较直接 我有什么说什么 这样的肯定和认可 可能会让她喜欢我多一点 接下来的一次 也是帮朋友追女生 女生对冰球很感兴趣 朋友是冰球裁判 而我是个冰球教练 我也借着机会 帮她说好话 给女生补充冰球知识 谁知道聊着聊着 女生又撇下我朋友 跟我表白 因为那个女孩很喜欢 冰球这个项目 然后呢 我那个哥们又是个裁判 她又不是队员 我会比我那个哥们的技术 会更好一点 会有点小崇拜吧对我 对 然后可能就 慢慢就喜欢上我 开头都是 我很认真的去帮我朋友 去追这个女生 但是我怎么也没想到 后来可能就是这个女生 对我比较有好感 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三段感情 还是帮朋友追女生 曾经自己玩摩托也有点出名 朋友想着拿我在女生面前炫耀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 我那个哥们 摩托玩得特别好 特别好 还行 跟我关系也特别好 女生听完以后 反而崇拜上了我 这段感情里 我们有很多甜蜜的会议 我们一块养了十四只猫 每周我俩都一起给猫咪们开小会 我还精心地 准备了一场盛大的表白仪式 叫来了很多 回美金大概得有二三十辆车 说晚上到这个位置 去看别人去求人 然后她就没想到是自己 当我拿着花 然后站在人群中间 跟她表白的时候 她当时直接就崩了 眼泪刷就下来了 然后我跟她表白完之后 她就一边哭一边 一边电头 说好好好 我答应你 她感动归感动 后来还一直抱怨自己 当天连妆都没有化 愁死了 虽然后来因为异地的原因 我们和平分手 但这些经历 我还是挺感激的 在这几段和女生相处中 我发现自己总是没有办法 很好的安抚对方的情绪 比如对方给自己 发很多条消息 我漏掉了两条没有恢复 对方就会不开心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不会安抚情绪这一点 我还单独找过情感导师 你这种情况是属于 没有情绪价值的表现 我也不知道我这样做 有没有情绪价值 我也想变得有情绪价值 所以来到现场 想让孟老师帮忙我 我就好奇想问一下 你那三段感情之后 你还有朋友吗 我现在想她的朋友 为什么跟她云喝酒 恒大可能是不想跟她见面 确实是自己也发现 有感情付出了 在确认这个女生 不喜欢我兄弟的情况下 我才选择下的手 3号 男嘉宾你好 我是3号女生 我叫陆莉莉 然后今年27岁 来自江苏南京 然后现在是一名医疗器械销售 因为我看你那个VCR里面 就是说你经常帮这个兄弟 追女朋友 你是不是很会追女生 其实我感觉就是 长期的陪伴 可能会给女生的安全感 多一些吧 我不会什么 太多的花言巧语 可能因为我会做到 在她想之前想到的事情 这就很会了 那你要是有的对象 然后你的朋友 再让你去帮你追女生 你怎么办 没门 忙着呢 21号 男嘉宾你好 我是看你是帮你兄弟追女生 结果都成了你的女朋友 那我想知道这三个女生 她们的共同点是什么 来 你说 这三个女生 其实她们都很可爱 而且都很善解人意 而且她们是古灵精怪的那种 都吃你这一套的 对 而且我也比较吃这一套 我就特别吃古灵精怪这一套 我都没有办法 烦死我了 滑死我 但在追一个人的角度上来讲 强目的性和强功力性 经常会导致动作变性 对啊 但她刚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一个心态调试的范本 就是她是帮别人追 所以她也在完成追这个动作 比如说赞美 关注 陪伴 这些她都在给到 但是与此同时她又特别松弛 关键是她太优秀了 她一松弛她魅力就出来了 对 所以有时候 我们要去目的化一点 哪怕你是真的 比如说真想追 但在日常相处过程中 你要忘掉这件事情 如果你真的能忘掉这个目的 那你让你的所有的行动 回归本源 那魅力会自然流露的 对 但其实这段话 应该跟她三个朋友讲 就是你要喜欢一个女生 就不要拜托别人去追 对啊 对不对 这个事吧 我就说 什么叫男女有别 经常有一些很幼稚的男生 想去喜欢哪个女孩 又不敢去 就会拖自己哥们 就拖到像这样的哥们去 你见过哪个女生 想追男生的时候说 我没有把握 我找个闺蜜去 那闺蜜去就有去无回 我给她 12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在你和你兄弟 喜欢的女生聊天的过程中 你难道没有发现 她对你可能慢慢地 有一些好感了吗 对啊 因为如果是我闺蜜 让我帮她追一个男生 如果我察觉到了 我就会等完 因为可能当时我的心 真的没在那上面 我可能真是只是单纯去帮个忙 所以就没有怎么去察觉 没有感觉得到 但是慢慢地可能也就变成了 对我的一种习惯了 附海东 刚刚男嘉宾说 就是你可能在情感价值上面有缺失 然后也找咨询师咨询过 你为什么会陷入这种自我怀疑呢 就是除了你漏掉女生的信息 然后不知道怎么去安抚她以外 还有什么表现的地方吗 其实这个东西确实很困扰我 确实让我很烦 就拿我第二段感情经历来讲吧 最开始从我们两个人无话不说 然后因为工作或者某种原因 我们回家都不怎么说话 上班的时候就发 到了吗 到了 饿了吗 没 吃了吗 吃完了 就这样 我觉得很无趣 我觉得我的生活没有一点色彩 她的回答你满意吗 好的 谢谢 其实我觉得灭灯的高峰期 一个就是在于 反反复复纠缠在 我帮我的朋友追女生 我是无意追对方的 对方却喜欢我 这个表达会让我们觉得 你非常被动 就是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人 并不清晰 说到那个情绪价值 为什么后面的灯灭得那么快 我听到的不是 它不会给别人快乐 而是你自己有些时候 也觉得不快乐 刚刚我在看那个王大伟和新婚的太太 两个人 一直手拉手 一直手拉手 而贴得很近 就是你会觉得刚刚新婚 我们理解那种甜蜜的爱 但我也看到陈老师太太来探班的时候 两个人吃饭的时候也拉拉手 老夫老妻偷偷拉拉手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不是做不到的 可能是要找一些方式方法 那我的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我会想一想我一天的生活当中 哪些时刻我是比较快乐的 然后我会争取 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多一些 你有没有发现她的朋友类型也相对单一 在生活中想要通过自己的兄弟去帮你追女孩的 这种例子 有 不多 她一个人能碰到三个 那说明什么呢 她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 她系的周围的人跟她是一样单纯的 如果你的交往的人 接触的人 能够再打开一些 让你自己的再丰富一些 当你丰富了之后 你才有可能持续地吸引那个女孩 而不是在帮兄弟 那个短暂的时候吸引她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孟老师 通过两位老师跟孟老师给我的讲解 让我知道了应该怎么样去面对热恋期过后 怎么样去经营好剩下的一些平淡的时间 首先我会多发现身边的亮点 包括多去找一些各行各业的朋友吧 把自己的这种认知面透广一点 刚才在台上说我喜欢那种无灵精怪 就是很好玩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是这个很重要 我是八伟豪 我是一个比较幽默 风趣 然后会有一些稍稍细节控的一个人 如果喜欢我的话 请联系我 喝山楂树下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港容真蛋糕好吃不上火提醒您 马上回来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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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廖一东来自古然长沙 金梁二十七岁 谢谢大家 酷 你不是紧张的问题 你能不能表情稍微放松一点 好的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全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容真蛋糕好吃不上火 爱之情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我有一张共同的专属存卡 专属存储卡 专属存储卡 是那个相机用的那种 是的 我是喜欢把自己的精力 把它分成不同的时期 然后用不同的存储卡 把它存储起来 来 姐姐 你好 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的这个专属记忆存储卡里面 你想去存储一些什么东西 照片 视频 什么都有 比如说 上段时间我去了一趟 那个共同学院 类似拉把风我去了一次 然后还存储了一些 从小时候到现在的经历 我基本上都存储了 我们来看视频 你会召唤 可以召唤 好 1位 C4位 中国最美的十座山峰里边 就有贡嘎雪山 这太厉害了 这是我看到的爬山 是真的用手脚并用的 这种往上在做 是你自己拍的吗 对 有近拍的 然后也有往上拍的 我就是喜欢 把自己的精力全部存储起来 我喜欢一个一个目标去完成 完成一个目标 我就把它打卡 完成一个目标把它打卡 然后这样子的话 可以让我有更多的动力 去完成下个目标 然后哪怕我以后就是说 目标会偏移自己的轨迹的话 看看以前的照片 看看以前自己的初心 还有没有这样子这一条道路 然后回来 就这样子 他的目光坚定到 我都不敢不顺着他说 我如果我不顺着他 我想说我觉得我会有点危险 14号 你好 男嘉宾 你这个记忆全属卡 是就是说记载 你一直的经历吗 就是从现在年轻的时候 是成到老的时候 就或者是包括你每谈一段对象 你都要拍下照 然后就继承在这个卡里面吗 如果谈对象的话 我会把它从那卡里面 如果分手的话 我会把卡给销毁 把卡给销毁 这一点特别重要 说明智商情商都在线 分手了销毁 听到没有 而且他那个坚定的眼光 让人相信他一定会销毁 而且销得干干净净 你的第二个问题是 我不希望你建议我拉里 去看励志电影 哪一种类型的电影 属于励志电影呢 比如我喜欢看那种拳击类的 还有《洛奇》 然后还有《三角宝宝宝宝》 《风雨哈佛路》 《美丽心灵》 都算 她的人生有一种很特殊的节奏 我发现了 她的语言不长 但是不长得果断 她前面是 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 前面是这个节奏 她好像是在发布命令 是的 对 对 短促 简洁 坚定 就是说励志电影对于我来说 其实是很重要的 怎么说呢 我以前其实是一个 很弱小的一个少年 然后后来我就是通过 励志电影嘛 撞了 撞了 念 看什么 看那个《洛奇》 滴滴血 这么老的电影 我小的时候看过的 但我还是喜欢看 我现在每一年 还必须得看四遍 五遍 她为什么会这样呢 她是有原因的 这个原因我们看到片子之后再说 看第一条片子 现实中的六遍形是什么样的 我是廖一东 带你进入我的世界 先看格斗 柔术 弓箭 短棍 双截棍 双刀 再看接见 人力极致 守着负重 青蛙服务成 因为看剧喜欢上的特统品 一般人只是想想 但我会想起办法去实现 打破部队各项记录 获得部队各项荣誉 下年后分到特战部队 强险救灾 优秀士兵 平板支撑一个半小时 数次参加的魔鬼舟极限训练 魔鬼舟极限训练是什么 就是特统部队比武中 负重60斤 当时扛着大旗 我甩开第二名100多米 负重5公里以后 提着子弹箱冲坡 有个新兵扛不住的 我一个人提的两箱 跑在第一个 上学的时候翻了 300斤的大轮胎 然后枪带结合 400笔奔袭射击全重 就类似我拿了 极限勇士的勋章 特种兵的经历 让我对自律的感觉上瘾 之后我学习了捷舞 口琴 吉他 字语言编程 涂鸦练成的绘画 电脑绘画 焊接电路板 还有冲浪 滑板 冰球 半马比赛 散架 潜水 天上无人去进行野外生存 现在就自学视频拍摄 自己做文案 脚本 拍摄剪辑 坚持一年 现在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 视频创作 现在成了我的主页 我也成立了自己的传媒公司 其实我的改变 离不开重要的人对我的赞美 初二十成绩有了进步 初中老师那一句 相信我能当上好班长 让我从胆小变得自信 考入重点高中 高中为了拿到服务程的名次 在走廊练习时 老师那一句 你以后不管去老都会有出息 让我从瘦肉变得强健 一口气可以做220个服务程 有一次做梦的时候 梦见有一个人比我还要努力 上了我凌晨3点钟起床 赶紧做200个服务程 生活中的我 我对所有事情都无所畏惧 唯独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脱发 底下经常评论我 问我什么时候涂顶 虽然我家里没有涂顶的 但是说多了我也会害怕 现在早上第一件事情 就是来一袋枸杞水喝下 早上摸摸头 感觉发色还是很茂密 我的心情就会很美丽 很多女生都说 恋爱中没有安全感 未来女朋友你不用担心 我会像爱护头发一样爱护头 给你十足的安全感 这个片子里边可聊得太多了 从我擅长的部分说起 从头发那根说起 好好好 以前有男嘉宾来 也是特别担心这个事 台上说有脱发焦虑的女生 一举手 三分之二 来 现在再问一遍 这一届有脱发焦虑的女生 举手我看一看 你看看 你们都是一家人 只有一两个没有焦虑的 从那一次提问 我说我知道了一个事 我说你头发不是很多吗 假发 我说你头发不也很多吗 涂的那个粉叫什么 发际线粉 发际线粉 我知道了这个事 好 我要告诉你 当你开始焦虑的时候 这个事已经无法避免了 我能宽慰你的事 像你这种特种兵出来 这么能打 你想想看 杰森斯坦森也没几根头发 是的 能不能打 能打 还有一个比达姥姥的 布鲁斯威尼斯 对对对 光头也能打 还有那个什么 巨石强 巨石强身 也是一样 你就应该先从头发做起 不用担心 我来问另外一个问题 你是怎么成为特种兵的 特种兵的话 其实说到底还是 第一是电影 其次就是以前的老师 对我的鼓舞 最初的时候 是为了破学校一个记录 当时为了破学校那个记录 我每天中午不睡觉 疯狂地念 一下课十分钟跑下去 先做两碗服务程再说 然后就这么一直坚持下来 有一次中午没有睡觉 在训练的时候 被班主任给看见 他说 你还干嘛呢 我说我想拿破了学校的 那个服务程记录 他说可以啊 你有这份态度的话 你以后做什么 其实都会干得成的 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 我听到这句话 瞬间感觉自己人生中 有了一束光 因为以前都是 以学习成绩为主 然后在端念这一块 是第一个老师这么说的 然后从此以后就 像是开了锅一样的疯狂地念 就你在特种兵的时候 你获得过哪些 这些奖励 因为我当兵先 有七年的那个准备的经验嘛 所以从新秘典一入伍 我就开始拿奖 营底下场第一名 服务程 仰望起座 全部破了当时新秘典的记录 然后进入夏年以后 到了那个特战以后 刚开始有个仰望起座 也是一样破记录 服务程 破记录 拼板支撑 破记录 然后营底下场还有卷身上 这东西我全部都是拿的冠军 孙丹丽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 那个服务程的记录是多少 还有仰望起座的 仰望起座 两分钟当时是做了 一包是旗杆是130多个 忘了 两分钟 然后平板支撑的话 我是做了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 要不然喊他现场表演一下 他平板支撑能搞一个半小时 我们可以看一部励志电影了 你在那儿趴着 我们放一部电影 电影放完了 我们来叫你 你看怎么样 我就随便做几个吧 随便做几个 做几个花式佛城嘛 花式 对对对 好厉害 太厉害了 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可以 因为这条动作也有很久没练了 就是我在上节部前 前三天恢复了一下 有几年没有练了 有几年没有练了 对 现在在工作 那会不会有些功能退化 身体素质肯定会有退化的 但是这个动作记忆 肌肉记忆还在吗 好厉害 厉害还是厉害的 我第一次看就 就是佛城可以腾空了 很多时候腾空 击一下长脸 对 它是三下 一二三在落地 我以前可以腾空360飞天上 然后再来换你一遍坐佛城 就是在空中旋转一整周落地 那它就是考察的是 核心力量有很强 全身没有弱的肌肉 有一块弱都撑不起来 18号 男嘉宾你好 就是因为你给我们大家的感觉 就是永远就有用不完的力量 然后很积极向上嘛 然后我就是想问一下 那就是在你人生就这么多年之中 有没有就有过一段时间比较脆弱 或者是就是想一个人呆着的这种经历呢 你的字典里有脆弱这两个字吗 没有 好的 谢谢 你从部队出来之后 又学会了哪些新的技能呢 剪视频 拍片子 拍摄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口琴 焊接电路板 甚至还有一点点 会一点点小编程 就是我为了一些 我自己的职业需求 我需要学一些些小技巧 你看一看一看 哇 这个谁会把注意力 放在电路板上呢 看肌肉啊 这是 我的天哪 我这你画的 对 是的 其实我从小就喜欢涂鸭嘛 这画得很像耶 天天没事在家里念嘛 这是在干什么 这是刚潜完水出来 然后拍了一张打卡 好 看下一条 我唯一一次懵懂的恋爱 发生在我入伍的第五年 他从同学的微信群里面 嫁了我 是不是给我发现风景照 还有日常生活的分享 我很直接地问他 是不是群发了消息 他说不是 当时在想就来 有女生给我单独发消息 颠覆了我的认知 他是我线上唯一的女生朋友 在部队训练很苦 他说想给我寄吃的 我当时都懵了 后来发现他一个月寄一次 部队一周发一次手机 我们就一周聊一次天 哪怕我没有机会回复他 他也会主动分享他的日常 到了退伍后 我们终于开始了现实的见面 但和他为数不多的 十次见面中 六次都是给他拍照 一拍就是四十多分钟 那四十多分钟 我的手就变成一个直角 我就这么定的不能动 给他的随意调角度 前面十几分钟还好 二十几分钟 三十几分钟 四十几分钟 到后面我的三角肌酸得要命 我以前在部队当兵 订枪的时候都没有那么酸过 剩下的就是叫我 给他家里搞卫生 他当时和其他室友合租 我要把他们的房间 全部都打扫一样 我一去那个房间 才发现一片狼藉 乱七八糟的 我每次打扫的话 起码四个小时起床 后面他的要求越来越多 而我一直在满足 后来我发现 这根本不是谈恋爱 这是在做保姆 虽然我不是特别懂爱情 但我觉得起码是互相尊重 一起去做喜欢的事 而不是单方面的要求 因为从小到大 很难和女生有接触 在男人队里长大的 我在女生面前会比较害羞 根本就接触不到旅的 读高中的时候 就是理科班 班上就没几个旅的 退伍以后我去了特警队 在特警队又没有旅的 全都是男的 然后到现在 我又开始了搞这个工作室 忙得要死 每天忙得要死 根本就没有办法接触到旅的 现在一想到 要进《非诚勿扰》 面对二十四个旅生 我就有点紧张 我有比较大的单身年龄焦虑 我爸妈说 到了三十岁以后 我们也找到就找不到了 因为好的姑娘 看见我过了三十岁 就会看不上我 所以这次就想来《非诚勿扰》 找到那个温柔善良的有缘种 我跟黄岚一样 很好奇你的情感经历 你刚才说你只谈过一段 其实那一段可能都不算谈 因为我和他见面 连十次都不到 就是当时我在当兵的时候 以前的同学拉了一个班群 他就在那个群里面 也加了我 然后时不时给我发一些 他打卡的一些风景 美食什么照片 因为当时我的好友列表里面 只有一个女的 我当时觉得这肯定是群发的 没事给我发什么消息 我当时就没在意 结果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发了十几次我发现 不对 有问题 你发现了什么问题 我发现你是不是不是群发的 他说他不是群发的 我就回答就是越来越多 然后他就给我送礼物 我十几年都没有人 给我送过一次的礼物 就是说我十年可能 就都没有过过生日 然后就他给我送礼物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哇 有女生给我送礼物 然后呢 然后略开了花 略开了花 那你不问问你们 一个宿舍的兄弟 别人收到没有呢 其他人没有 对啊 一个妹子只未问你一个 你们聊这个过程 到底退伍中间有多长时间 四个月左右 四个月 然后退伍之后就去找他了 对 找他了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就带我去看电影 他带你去的 对 那他在电影院里 有没有摸你的手 我牵手啊 有吗 第一次我不敢 怕 然后他就把我的手牵过来 就像他们俩这样是吧 没有 没有这样子 是这样子 对 是女生主动的对不对 女生主动对 人家主动拉了一下你的手 你做了什么 就顺势也接住了嘛 然后两个人就一直拉着 把电影看完 对对对 是的 吃完饭以后呢 送他到门口我就回去了 他立马就发朋友圈了 今天好开心啊 他就这么发了 这个好的信号啊 对啊 很快乐 那你在那个朋友圈下面 有没有什么回应 点赞或者评论之类的 我还是不好意思评论 因为我没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嘛 所以啥也不懂 我也不知道恋爱到底该做什么 我不知道 然后他就说 你不会的话 那我就交理 我介绍你认识一个 大连的冰球教练 我都没有办法 烦死我 烦死了 我们让他帮你 你还别说 他是那种会找一个兄弟 帮自己追女生的 这样 前面刚下去那个哥们 大连的 他昨晚上和我住在一起 有微信对不对 有 我觉得你来《非诚勿扰》 今天在台上能不能 现在我没有把握 但是你认识他了之后 你的人生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孙丹妮 男嘉宾你好 我有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如果说你恋爱中 跟女生发生争执了 然后女孩子不高兴了 你怎么哄他呢会 先给他送礼物 然后继续给他发一些 血液污暖的话 吃了吗 吃了什么 睡了吗 应该是这些吧 男嘉宾就是那个女朋友之后 你还有没有谈过恋爱 没有了 那就是说台上的女嘉宾 就不用担心前女友这件事情 其实不能算 对 都不能算谈恋爱 你下次跟人介绍的时候 不要把他说成前女友 这算你的一段情感经历 这个算的 但是前女友远远没有达到 21号 男嘉宾你好 因为我看短片 发现你接触的女生非常的少 那我想知道 你心目中的女朋友 是什么样子的 是人好就行了 让你每天早上去买五样早点 帮他收拾屋子四个小时 算不算人好 其实偶尔一次几次 我觉得没问题 但是天天这样如此的话 就是感情是要相互的嘛 如果天天这么做的话 那肯定是不行的嘛 对 我觉得我听了这个男嘉宾讲 他从小长大的生活经验当中 好像跟亲人之间交流啊什么 不太多 很少 然后他看的影片呢 都是硬汉片 也没有就是爱情怎么谈恋爱啊 怎么这个哄自己开心 哄女朋友开心啊 就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所以他是不太会 富凯东 就是我刚刚有注意到 看到你拿到那么多奖 其实特别想问你个问题 你之所以这么努力 是因为你之前看的励志片 然后还有你的初中班主任 给你的一句 说你以后一定有出戏 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可能是在为别人而活 不是在为你自己而活 我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拿着这种奖 我其实是很开心的 因为我就是想把自己 活成一个励志人物 那个老师对你的夸奖 你记得最牢的夸你的那句话 其中初中的时候 有两个班主任对我说过 一个是说 你一定会当好这个班长的 这是第一次我受到鼓舞 第二次受到鼓舞的话就是 你有这份精神干什么事 没有什么干不成的 那我想问一下 你爸妈妈从来没有夸过你吗 他爸爸跟他说 30岁找不到就找不到了 他也记住了 他一说我就有点慌 最后一个问题 谢玲玉 男嘉宾你好 因为刚刚有讲到你的 目前只有一段感情经历 你这么多年有喜欢过女孩吗 你有喜欢过的吗 有没有暗恋过偷偷的 有 就是那你暗恋你不追他吗 当时暗恋是有暗恋 但是自己还是有自己的目标的 就是你感情一直是很被动的 是有一点点 那你的那些兴趣爱好的话 真的是属于你自身的兴趣爱好吗 还是只是目标 第一是我自己兴趣爱好 第二也是我自己想完成的一些东西 完成的这些目标 并不是我的终极目标 我的终极目标是特种兵 这东西我实现了 然后特警 这是我终极目标 我也实现了 你现在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创业 你才20多岁 已经说了三个终极了 对 实现一个就下一个 实现一个就下一个 那叫什么终极呢 那不叫终极 这叫阶段性目标 是的 那你对兴趣爱好的定义是什么 让自己能够身心放松 我搞我的兴趣爱好 我也可以沉浸在其中 那我可能跟你 就是对兴趣爱好的定义不太一样 嗯 谢谢 好的 谢谢 谢谢 我觉得男嘉宾笑起来还蛮可爱的 他就是不笑 对 但是他现代剧一直在笑 就是 对 你看多可爱 是吗 嘴唇放松一点 好好好 是 是的 然后我觉得恋爱的过程中 还是要彼此感受快乐 所以呢 换一批书单和换一批电影 嗯 是的 然后保持笑容 去想一些快乐的事情 看一下爱情电影 嗯 好的 就为什么刚才孟老师也提到 说你们的嘴唇要放松 他的嘴型就是表情包里边的那个 对 就那个 他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 你要是这样的就好了 这个是全身的肌肉都在紧绷的一个标志 你要从某种那种紧张感中解脱出来 要学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去面对你未来的生活 嗯 是 这些老师里面对我的话感受比较深的 还是孟老师吧 我可能会更加去注重体验 这个奋斗目标这个过程的 而不是终极的目标 这一次最大的收获 就是对我自身来 有了一个很强的一个锻炼 我本来就很少和女生接触嘛 但这一次 我可以同时面对24个女生讲话 而且能够完完全整地把它谈下来 我觉得这就是成功了 实际上我在生活中 我还是比较轻松的 其实我还是想找一个 比较三位比较正的一个女生 能够温柔底下大方就够了 如果有对我感兴趣的话 可以联系一下我 我还是想要 我记过我的伤 请订阅新闻 大蓝金 新浪新闻 一点资讯 ZAKER 360娱乐 了解更多资讯 上微博搜索《非诚勿扰》 参与讨论 分享你的恋爱宝典 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 下期再见 走走走 今天小年 我们赶紧回家吃饺子 哎呀 喳喳 我们南方姑娘明天才是小年 但小年我们会吃辣鱼 吃辣肉 还会杀年猪哦 哇哦 听起来好美味呀 美味是好 但是这大鱼大肉吃多了 不仅油腻 而且还会长肉 哎 真丑人 别担心 送一瓶山楂树下 鲜果榨 酸甜爽口助消化 早晚一杯 多吃一点也不胖哦 哇 真不错 美食身材两步 我要赶紧回家吃一下哦 遇到喜欢的男生 我就想要尝试一下 不然的话我会觉得很可惜 很切心啊 后场的女生喜欢她 我可能会带着你去走遍 中国的美名的地方 牵手还是自己走 走遍 往前一步是幸福 退后一步是孤独 在人体不懂事 为了看的更明白 爱情不能复見不出 往前一步是幸福 退后一步是孤独 在纷纷扰扰之间 我冰凉了双目 从能与我相爱的人一起到老